Hello 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看我变瘦了 我之前也发了一个动态 说我的体重从80公斤 然后一下讲到现在的 现在我不到65公斤 我作为一个正在学英语的编程老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减肥经历 我请来了一位嘉宾 下面游挺我的嘉宾 闪亮登场 闪亮登场 这是我的减肥教练 嗨 大家好 我是Fiona 我老婆 这就是每天给我做减肥餐 然后就把我从80公斤 减到现在不到65公斤 减肥我总结出来一套公式 这其实是你教我的 减肥它其实很简单 用微积分的话说 就是每天的摄入减去 每天的消耗 做一个积分 就是你的最终的减肥 或者增肥这个结果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微积分减肥法 说俗一点 其实就是 什么 那什么嘴 什么腿来着 管住嘴 卖开腿 对 管住嘴 卖开腿 不吃 少吃 它这管住嘴是这个意思吗 管住嘴是指我们吃我们该吃的 我们不该吃的少吃或者是不吃 这是管住嘴 可以适量的吃 如果说你一点都不吃的话 那你减肥就没有办法快乐的进行下去 今天忍着不吃了 明天忍着不吃了 那你后天可能暴饮暴食 然后一下子反弹了 对 那个 所以说我就看很多女生减肥 以前看你们女生减肥 都是算卡路里 算卡路里 那其实还是有点道理的 对 肯定是要计算卡路里的 就那个郭门伟 这放出来不到两年 就是因为这个 在他卖的那个减 所谓的减肥糖里边 添加了这个违法的药物 最后又被刑拘了 其实这也是 我了解到的很多的一些 所谓的不运动 这个不节食 就能够轻松减肥的 很多减肥产品的智商税就在这 因为它违背了我讲的减肥的公式 它添加了那个违法药物 就是让你有不想吃饭 你不想吃饭 自然而然也不需要运动 也就减肥了 但那样是对身体有害的 减肥 其实没什么神秘的秘诀 掌握了这个减肥公式 也就很简单了 那么这个管住嘴就是 不吃少吃 甚至还有我看有一些朋友减肥就是 只吃水果 或者说只吃蔬菜 你认为这种减肥对吗 第一个单一品种的减肥 你的营养肯定是缺失的 那是不健康的 第二个呢 减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控糖 糖呢 第一个就是主食 第二个呢 就是水果 还有我们直接摄入的一些糖 水果也是果糖 也是要控制的 一定要合理的摄入三大营养物质 第一个就是碳水 第二个就是脂肪 第三个是蛋白质 你的这三种营养搭配合理的话 就能健康的可持续的瘦下去 别人很多人认为减肥就是少吃 然后饿着肚子 但你给我那个减肥放往里边 我基本就没有饿肚子 是怎么 让不饿肚子也能减肥呢 就是刚才说了这三种营养物质嘛 一个是碳水 一个是脂肪 还有一个是蛋白质 每个人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吃一全的碳水的量 蛋白质就是吃一掌的量 蔬菜 蔬菜是不限量的 可以吃到自己饱 所以你在这个减肥当中 没有觉得饿 其实是这几种营养 就是这几种成分的 然后搭配的比较合理 就有人说完全不吃主食 反而对于减肥不好 就是减肥呢 一定不要用饥饿法去减肥 如果长期用饥饿来减肥的话 那你的身体就会进入一种饥荒模式 大脑就会默认说 哎呀 我现在可能是闹饥荒了 吃不上粮食了 我身体要储备能量 那个时候你反而就是 不能很好的去减肥 很多人关心说减肥 是减肥的很快 但是反弹反弹那也很快 但我感觉我这个感觉还好 你看前阵子 这个我减肥 基本上减到69公斤的那时候吧 然后正让老爸住院了 然后你去照顾老爸 没人给我做减肥餐了 我就自己偷偷的 骑四行车去吃驴肉火烧 有时候去买点 自己爱吃的甜食 零食去吃 体重长了 基本上又长了一公斤 基本两天时间 又把那一公斤又减下去了 关于反弹呢 我只想说一句话 就是当我们减到理想体重之后 恢复到正常饮食 所谓的正常饮食呢 不是恢复到我们曾经一口一口 把自己吃胖的那种饮食 还是要大概的计算一下热量 还有你的三大营养物质 搭配的合理一下 就可以了 你一直给我做饭 那么我这个视频就是给你恰饭 我的老婆也有一个自媒体账号 大家想关注可以怎么样去做减肥餐的朋友 然后可以去关注一下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记得记得关注我呀 拜拜